加拿大移民政策又出新政了 这次主要是针对的广大留学生们 想来加拿大留学的 并且在已经在加拿大留学的 这期视频一定要看完 也许在前两天你们有刷到过 加拿大新政的一些改变 但是具体的一些措施和影响的 哪些人会影响什么 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这期视频就具体给大家聊一下 这次五个新政的一个影响程度 和具体的一些细节 Hello大家好 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在加拿大漫省文理播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在漫省的生活 以及生活上一些见闻 还没关注我的小朋友们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两天你们在这些视频号公正号 肯定能刷到加拿大9月18号 出台一系列新政 针对的留学生们 让很多留学生摸不着头脑 也让很多留学生们对未来移民 不抱任何希望 这次打击留学生的特别特别大 所以说有什么措施可以再提前预知 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知后面的后果 那我先来给大家做一下分解 其实从今年年初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一直一直在搜紧 比如配偶工签没有 必须的研究生或者博士 以上学历才可以申请配偶工签 或者消费打工 打工的时间 有所限制 还有各个每个省份的省提名 暂停 阿拉省省提名的将要打分 这些一系列的措施 让正在走移民 或者正在打算走移民的小伙伴们 措手不及 其实这次9月18号 加拿大移民出的五个新政 最主要是针对了两拨人 一个是留学生 第二个就是难民 先来说一下留学生这个 留学生是加拿大宣布 进一步降低2025年国际留学生的配额 学签配额上限 2024年将要发出48万5000份 新学签的目标减少10% 就是相当于减少了几万人的申请 几万人的学签发放 到2025年发放的学签 减少至43万7000份 2016年学签将和2015年 学签的发放量保持一致 基本上也就是40多万 这个40多万什么概念 有很多很多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这还是在今年年初 加拿大就是限制了35%的学签 数量的情况下降到了43万 你们科项而至 加拿大前三年 加拿大对于学签的审批量 有多么的大 通过率有多么的高 其实很多很多人来加拿大留学 最关心是不是 拿到配工签去申请移民 第二个就是有关于毕业工签的一个调整 在今年秋季更新的毕业工签的一些改变 是从2024年11月1日起 只要申请毕业工签 大学毕业生必须得达到CRB7的应用成绩 就相当于亚十六分 毕业毕业就是考虑毕业的话 必须得达到CRB5的应用成绩才能申请毕业工签 有很多很多人肯定好奇 都留学了肯定也能达到5 那不一定 因为在墙前两年很多做旅转学 有一些私校和工校的合作 他们的这种专业来说的话 是读着语言班进去的 就现在来说 国家搜里的有些客户 是上了一年的专业 根本考不出来5分 很多人真的非常非常好奇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读着语言班读进去的 所以说在未来 多于大龄留学 多于这些比较随的学院 这些来说 针对的就是这些比较随的私校 随的学院 而串插的CRB7的应用成绩 CRB5的应用成绩 必须有这样的应用成绩 才可以申请毕业工签 所以说很多很多人在考虑 那后面私培 雅思会不会爆满 那不一定 因为私培现在来说 它的位置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说这个来说 你不用担心 但是你们要担心的 从10月1日起 很多人要毕业 那就要提交CRB5和CRB7的应用成绩了 这就是申请毕业工签的一个调整 第三个就是 有很多人好奇 就是申请配偶工签 因为名为规定的是 大专和本科是申请不了配偶工签的 但是没有严格的要求是 研文研究生能申请毕业工签配偶工签 就是仅限于那些学制制造 达到16个月以上的课程 才可以申请配偶工签 比如研文研究生文凭 学历他就申请不了配偶工签 因为基本上都是一年12个月 他达不到16个月 所以说想着研文去申请配偶工签的 就不要想了 所以说这些来说 对于配偶工签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第四个就是限制外籍工人 配偶工签申请资格 这个来说就是配偶 比如Limia 想申请Limia的工签 想申请配偶工签 这些开放式工签 想申请配偶工签的 仅限于管理或者专业职位 或劳动力短缺的行业的配偶 这个是非常非常模糊两可 后面应该会在政策上会有所详细的政策会出来 这只是一个大概 所以后面他会慢慢去完善的 所以说你们要申请 想申请配偶工签 最好的还是配偶是紧缺职业 配偶的这个职业是在本地是非常紧缺的 第五个是 2025年到2026年 学签许可将收紧 包括硕士和博士 这些学生将需要上级或者地区的认可性 认证性 他们承诺的是保留百分之二的百分之十二的分配空间 以认可他们对加拿大的市场的贡献 所以说这些政策一出来 有很多很多人就担心拿不到学签 拿不到配偶工签 拿不到毕业工签 其实真正毕业工签的一个整理来说 真的是在明年一月份肯定还会有一个大的调整 很多人问是去申请将来会不会把毕业工签给取代 那这次的政策也从侧面透露出来了 他加拿大希望给到三年工签的是紧缺专业 并且加紧缺对口的工作的这些人 所以说你们在申请的这些专业来说 一定要找紧缺的专业去申请 否则你们读完之后 有可能毕业工签就都没有了 将来加拿大拿身份 并且留学移民的将不复存在 所以说这些来说 对于留学生来说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这次新政的出台 加拿大也有关于庇护来说 也是有所调整 因为在疫情之后 加拿大也收到了大量的庇护人员 对于加拿大这些经济来说 还有生活还有环境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还有住房的问题 所以说加拿大在2024年 预算为支持庇护系统提供了资金 加大了对庇护人员的保护 所以说有很多很多人说 没有路可走 可以走 走这条路 但是这条路不是开放给每个人的 但是加拿大在全球的形象 就是哪里有难民 我就接受哪里难民 这也是很多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加拿大会接受这么多难民 这从侧面来看 第一个是加拿大比较有包容性 第二个从政治来说 加拿大对于这些难民来说 他们是想着要维护自己的形象 在维护自己的形象的同时 去拉到选票 马上要今年 也许今年十月份就要大选 现在正在投票 所以说大家对于未来 特鲁都会不会持续的任 加拿大总理 很多很多人想着他肯定会下台 但是我在这儿料到一句话 我们的手里的票仅是一张票 只要自由的把魁省和安省 这两个大省给拢到票 其他的省暂时太小了 所以说这边和美国还是一样的 都是按要考财团去拿票的 拿最后的结果的 所以说我们普通埋伏 老百姓很难去达到我们的想要的结果 很多很多人在外网之中 都是非常非常对于 现在现任总理的一个反对态度 现在加拿大经济这么不好 是因为他 但是最终最终的今年或者明年大选 保守党会不会上台 这个来说不是太一定 因为魁党来说对于 现在来说魁党 对于保守党是持反对意见的 这也是自由党 现在来说比较高兴的一点 好了那咱今天就聊到这儿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订阅 拜拜